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离婚后,牵手卡尼拉共度晚年,照片见玄机戴安娜王妃是英国王室最情商的名媛,看似明媚的笑容之下,却潜藏着巨大的隐忍与悲伤,随着时间的流逝。 戴安娜王妃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存在潜在的婚姻危机,查尔斯的婚内出轨并与戴安娜分居,婚姻的不幸,父亲的逝世都让戴安娜王妃悲伤不已,两人最终以离婚收场。 1997年8月31日,戴安娜王妃因车祸死于法国巴黎,查尔斯王子对于戴安娜王妃的离去并没有过多伤心。 她顺从自己的心意,牵手卡尼拉共度晚年,就这样,卡尼拉成为查尔斯王子的第二任妻子。 英国人民不能理解,卡尼拉长得并不美貌,甚至不爱大发,顶着乱蓬蓬的金发和一口阴抽烟而泛黄的牙齿,查尔斯却清心不已。 卡尼拉年轻时是一位有魅力的女性,幽默开朗,大方得体,她的容貌只能说是可爱,时光荏苒。 卡尼拉也没有年轻时的清秀容颜,她满脸皱纹,皮肤松弛,已看不到年轻时的轻狂。 查尔斯王子曾告诉她的一位密友说,你知道,卡尼拉是我在这个偌大世界上最好的朋友, 可见,查尔斯爱卡尼拉,与美貌无关,只是卡尼拉整个人罢了。 卡尼拉谈及与查尔斯王子的感情,我们就像一个豌豆家里的两颗豌豆,相互依偎,这位名人曾是英国王室不受欢迎的人。 而近年来,她的公众接受的似乎有所上升,与威廉王子,哈尼王子等人,相处得十分融洽,可见卡尼拉魅力之大。 可以说,卡尼拉和查尔斯王子的爱情故事,直至今日依旧为人所津津乐斗。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所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